欢迎去看关键许课 现在全美国都为了一颗太空的气球给吓坏了 原来有一颗 等于说是中国飞过来的一个气球 它就在美国的上空 它曾经在华府的上空 它曾经在蒙大拿的上空 而在蒙大拿底下 居然有美国的 等于说是核能发射器 等于说大家就吓坏说 怎么会有一个中国的气球跑到了美国上空 当然马上就派了F22 我就去追踪 派了F22去跟 结果发现 没有办法打下来 因为这个球太大了 如果这个球这么大 底下如果有人的话 打下来的话 会造成底下的一个伤亡 那现在没有办法 就是你眼睁睁看着 有一个中国的气球进来 眼睁睁看着有一个中国的气球 就在美国的上空 而且这被认为 它是一个间谍的气球 它就等于是可以把底下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现在美国真的炸锅了 美国刚才讲的 它的CNN 它的ABC 它的MSNBC 它的Ti 包括最火大的 当然就是Fox News Fox News直接 把比米利 弄成一个共产党的将军的军装 说你根本就是 共产党的一个将领 那我问了说 现在这个气球 真的是从中国飞来的吗 那现在中国飞来的气球 它只是第一个吗 现在这个气球 真的已经造成 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吗 好 所以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林玉峰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 这件事情居然变成了 美国所有的头条 而且Fox News还急剧 对米利极尽羞辱之能事 这个在美国的上空 美国居然对一个中国的气球 束手无策 包姐 这个当然非常严重 因为这一颗气球 它进入了美国的领空跟领土 这当然很重要 而且它到底是谁的 一开始美国不知道它是谁的 后来才知道说 它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气球 间谍气球 这已经到了什么 它从哪 这个根据美国目前知道的消息是 它从新疆起飞 从新疆 飞过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东北之后 然后飞入这个朝鲜 飞 经过朝鲜半岛 飞入日本的领空 然后一路的飞飞飞 飞到阿留森群岛 经过阿拉斯加 然后从加拿大往飞 飞飞飞到美国的蒙大拿州 它飞多久啊 飞了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你知道 第一个时间发现它是谁 是谁是通报 是有人坐在客机上面 发现旁边怎么一个球啊 赶快去通报 是民航客机发现的 通报了之后 美国就派人去 就让它一度呢降 因为它原本的这个很高 然后降到20公里 20公里左右的位置 等到人家发现它 它又往上升 所以就是说 它在很高的位置 对 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知道 后来人家就知道说 它疑似可能是间谍气球 这个 而且发的单位就是 中国的单位 那你知道因为这个东西 不知道来源不敏的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 当时美国多紧张 这个美国总统 拜登都被听到消息 他说 赶快出动F2社区上去 那因为也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还出动E3的预警机 然后出动KCE使的这个架游器 扮着这个F22飞到这个地方来 那原本还要打下来 后来想说 这个我们后来终于搞清楚 经过一阵混乱之后 终于搞清楚 它是个气球 那就不要把它打下来的一个状况 那这件事情 怎么会有一个中国的气球 莫名其妙 从新疆起飞 经过朝鲜 经过日本 跑到 尊过阿拉斯加 跑到美国 哪有这么简单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大事嘛 所以你看包括说CNN 包括ABC CSNBC Time 他全部都报导了这个消息 而且你知道 福斯电视台很生气 他说你这个米利到底要搞什么 他还把那个 General 米利 这是中国的发音 他还给你调侃 他说你根本就是效忠解放军的军人 所以但是现在这件事 让美国人都不能够接受 这个中国的气球 居然能够进入美国的领土跟领空 这怎么能够接受呢 而且我们这一讲过的 在美苏抗争的年代 当时美国有一段时间非常紧张 就是因为 第一个卫星 第一个卫星 一个太火箭 是这个俄罗 苏联发展上去 史伯尼克 当时有个史伯尼克时间 当时美国人一抬头都担心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史伯尼克所监视了 所以他们才有NASA 才要急取直追 现在 没有史伯尼克了 但有个气球 那这件事情呢 让中国跟美国的情势 又紧张得起来 原本的波林肯要去访问 大家说 可能可以略为降温 就被想 大家传出说 中国的间谍气球 飞到这个美国领空 那今天一早上的时候 整个中国股市又被吓到 他们都出现一个下跌状况 就想 糟糕中美人倒是要打起来 还是怎么样吗 他们先迈再说 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毛宁就说 这个事实真相厘清之前 猜测跟炒错 无助于妥善解决任何问题 他说中国 一直恪守国际法 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 领土及领空 问题是你究竟到了人家的领土 跟领空啊 而且美国把你的路线都划出来了 你从新疆起飞 经过了朝鲜 经过了日本 然后你一直飞到了美国 难道是假的吗 而且那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 是这个气球 约莫有三个公车 那么大的这个气球 三个公车 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电子设备 因为它里面还有太阳能板 所以它才能飞了这么久 这个气球里面有太阳能板 它就是有一些这个装置 所以它才能飞了这么久 那你看因为你有太阳能板 又有一些装置 那你就是要来这边 这个渗透敌情的嘛 那另外包括什么 结果没想到没多久之后 加拿大的国防部就说 还有第二颗气球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美国跟加拿大 都非常关注你这个中国气球 到底是要来这边做什么 所以这个气球不再让到美国 还有一颗跑到加拿大 对 没错 那现在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就说嘛 他已经开始这个 侦叉了这个气球 他们就说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美军要发这个F2射上去 但是他因为担心对人美造成的伤 对地面的人造成伤害 所以就不击落 那不击落说 他们到底有没有拿到这颗气球 到目前为止他们就说 我们继续追踪 追踪来说 因为而且他说 目前的气球已经超出这个 美国商业航空的这个飞行高度 然后这个对地面人员 没有进行相关的 他们说现在的处置方式 没有军事 不会构成军事跟尸体的这个威胁 然后他就说 其实过去也有类似这个状况 只是说没有像这个 这一次这么明目张胆 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形 可是大家觉得不对 第一个 你跑到华府上空 就算了 你跑到蒙大拿 那想说去蒙大拿干嘛 搞了半天在蒙大拿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弹发射机 没错 事实上美国国公司一开始就说 我们过去几年 中国也有被我们 对我们发射这些侦探的这个气球 但是对我们来讲 风险极低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就说不是 因为这一次他在这个美国上风悬浮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显得非常不飞比寻常 而且他在某一个时间某个高度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久 在哪里 就是说就是在蒙大拿 在蒙大拿 所以你到底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就人家现在美国马上就知道 啊 蒙大拿州 对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蒙大拿州这个位置在说话 有非常有美国的这个 这个 义勇兵的发射井 这边有约莫有100多个这个发射井 这是马尔姆斯特罗姆的这个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那这里面来说 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义勇兵的导弹是装载的所谓核弹头 它是隶属美国第31导弹连队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来说有非常多的发射井 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到底要做什么 对你到底要做 所以这就相当相当的敏感 你飞到 你从新疆起飞之后 那个逃过美国的这个雷达来侦测之后 你飞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边停了那么久 在看他们下面的核设施的这个状况 那你不是在收集敌情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而且这样的 虽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谋 你讲的事情还没有厘清 你不要妄加彩色 而且还在做这个队否认 刚才讲的 可是美国媒体 所有人的军方都已经说了 这个气球就是从中国来到 对那你知道 事实上蒙大拿州的那边居民都觉得 最近是做什么 因为很多飞机在那边起飞啊 那这就是附近的民众 拍到这个蒙大 这个一台KCE10的这个战斗加油机 还有两架的F-22 这样出动的这个画面 那天空突然那么多 甚至ABC的电视台发现了这个 晚上的时候的F-22的战斗机 在这边这样巡逻的这个画面嘛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第一个时间来说 美国也赶快召集这个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人 召集这个中国大使馆人士 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在搞什么 不是他很妙哦 华尔加书报讲说 美国对于中国大使馆 级别最高的官员提出了一个 很明确详明的资讯 而且要求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 对没错好那你知道 事实上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拜登原本是不知道这件事 他还被临时告知说 有一个这个好像是气球来了 然后他就跟我赶快 军方你给我拟定所有的方案 就包括说将F-22在内的战斗机 做好准备 那你知道这个战斗机 因为在这附近呢 其实没有F-22的相关的这个基地 所以他的基地从哪里来呢 可能他们目前呢正在进行的这个红旗23E的这个演习中间呢 把这个F-22的调过来这个地方 所以他等于是有实弹 就准备好了这个 原本在演练之中 随时要把他击握 就直接飞到这个地方来 那因为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后来评估就是说 因为如果把他打下来 因为包括你看 现在国防部长奥斯林 他其实不在美国 他现在在菲律宾嘛 另外一个就米利 米利他们就马上开了一个 马上开了一个相关的这个会议 就会议之后呢 他们给他建议说 因为这个打下来的时候 因为他里面有一些设备 如果打下来的时候 这个散下来的时候呢 恐怕对于当地 虽然说这边人很少 但你很难预估说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 所以最后是没有把它打下来的一个打算 好那刚才讲的 难道现在就也在这看吗 而且现在刚才讲的 我今天从中国大陆出发 刚才讲从新疆出发 一路的过来 这个路 打破我们再看这个路线 路线已经画得非常的清楚 对 没错 而且在讲哦 中国用这种气球 高空气球进行侦查 它已经这几年来常常发生了 对 美国现在已经公布了相关的这个图资 你看从中国起飞之后 一路这样飞过来 飞了这么久的这个时间 好了飞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 你知道现在呢 你就说那只有美国 他只有对美国这样 不是 事实上呢 连菲律宾都指控说 你们在这个南海 怎么出动那么多气球在这个地方 这个菲律宾拍到了 它是类似一个飞船型的气球 真的耶 咱们再看仔细一点 它像飞船 对 它就是类似一个飞船 所以它上面其实 不是一个单纯的气球 它里面还有一些电子的设备 在旅宋岛北部就发现 那你来这个地方 当然是试探美国的军情 或是来这个地方呢 看看菲律宾你的准备是什么 那人家不是只有这两个 不是只有菲律宾跟美国 它也飞到印度去 印度附近也是有 常常有很多气球飞过啦 甚至连日本也有这样 那日本 那日本曾经发现过的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说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后来他们才搞清楚 原来是你中国 日本也有 这是日本常拍到的 原来是你试探的这个气球 在那边搞清楚 哦 原来中国现在是一直在搞这个手段 在试探你的这个军情 好 那刚刚讲到 它现在这个间谍气球 在上面刚刚讲 他们已经讲了用SPY来形容它 它是要监控什么东西 对 根据目前 这个前澳洲皇家空军的军官 它说什么 它中国气球可能来收集美国通讯 还有系统 还有雷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 它说这个气球可能用着一种很高的频谱 因为它的坡长比较短 所以它可以 而且被大气吸收 而且它可以针对特定方向去增长 那增长来说 它说可能是比卫星更好的一个收集平台 那结果它在做什么呢 所以我虽然没有Starlink 我没有锁眼 可是我这个气球就可以来替代了 那它到底在做什么呢 保险你知道 因为它是在这个蒙大拉发射井的上空 它在这个地方 它也针对它一直不断的监测 因为它的坡长很短 所以你不太容易发现到它 但是它要做什么 它要掌握这个地方的资讯的流量 譬如说你们这个地方的通讯是怎么样 你们用什么雷达坡在那边做 我到时候你发射出去我就知道 所以等于说它在这个地方 还是针对着你一直在侦查 看我能够收集这个发射井的最多的讯息 都搜查非常清楚 而且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 它说这个比这个所谓的卫星要更好 因为卫星它不可能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但是它可以长期滞留在这个地方 它搞不好已经滞留了很久 如果没有那个民航机的乘客看到了 它还继续存在 它滞留很久 它可以一直不断的知道你所有的讯息 那个对美国的杀伤力其实是非常大 而且我们就讲嘛 显然你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侦查 它说可以这样 侦查还有追踪飞弹威胁 还有通讯连接 搞不好我把它当成是一个通讯的 放个基地台的那个地方 我还可以跟卫星互相的连接嘛 所以这等于是让你完全看不到这个东西 而且它可以躲避掉非常多雷达的这个扫描 神不知鬼不知也进到你那个地方去 而且川普之前就已经发现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时我们就曾经在我们节目曾经谈过 它又干嘛去制裁了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当时美国就公布说 老婆我们看到 这是他们中国航空集团的综合考察的 研究的这个船 这个船 现在就可以飞到菲律宾上空 它可以飞到日本上空 它现在也可能飞到了美国上空了 对没错 你看这个在川普时代的时候 它有制裁过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因为什么 因为它有研发出非常多款的 这个通用的这个所谓热气球 你看这是 这个他们用来这个 吉木一号是用来 他们当初来飞越了这个 这个所谓圣母峰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就有非常多的这个设备在这边 下面可以搭载非常多的设备 所以那事实上这就是 摆明了你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间谍状 不过你知道 我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美国也尝试这样过 那美国它其实有说我们也准备要投资 大概2700多万美金 然后用来做这种热气球 我们也准备对俄罗斯 还有中国的导弹进行的监视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你可以讲 保险我跟大家讲 这个气球就是这样子 你看这边有热气球对不对 它底下有太阳能板 你看太阳能板在这边 太阳能板在这边 太阳能板 因为太阳能板可以让它飞得更远 飞得更远之后你看 主要是上面的机电设备 电子设备 就用这个来发电 用这个来发电之后 我可以这个通讯啊 这个所谓的传输啦 还有侦查 还有对导弹追踪 它是一个基础平台 所以等于是说 未来搞不好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各国不是在建 所谓的这个低轨卫星吗 但低轨卫星是在地球外面 那这个是在地球之内的 超低轨卫星 所以这搞不好未来呢 两个美国会派非常多这种 去侦查中国 那中国搞不好也派非常多 来侦查美国 好 机会 这么严重吗 不过就一颗气球 就搞到刚刚讲的 全美非常的哗然 全美非常紧张 我刚刚讲的 你看到 不是这个王牌的主播 你看到他表情多么凶狠啊 根本觉得你谜地 就是中国的一个将军 所有最关键的媒体 都是用spot 等于说是等于说 间谍来形容 中国真的常常搞这一套吗 而且现在中国的气球 就在美国的上空 束手无策 这根本就是美国 放出来的消息啊 你知道这两国之间的气球 来来回回 早就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 特别把它大作文章 你说布林肯去之前 就告诉你说 你都在搞美国 你都在侦测美国 你在渗透美国 你知道现在美国 很多的机场 物流业很多都被中国渗透了 因为你只要美国要骑飞 飞机要装什么东西 其实他们都知道 中国也知道 其实美国也知道 所以两边来讲 间谍战争非常的频繁 其实这种气球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为什么呢 德国以前 齐柏林 齐柏林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飞船 后来他们军事方面 就发展成 可以从齐柏林丢炸弹 后来国际社会就禁止说 你从齐柏林这种飞船 来丢炸弹 这就是过往来讲 发展的 那这种间谍的气球 本来就是 稀松平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美国他刻意的 为什么把它留下来 就是想要留下来说 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不把你集位 不把你摧毁掉 他也在做研究 他在等嘛 等说你这个气球 慢慢的慢慢的飘 让我等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就把它整个拦下来 所以我真的了解说 你里面到底中国 你装了哪些遗迹 因为美国五角大 讲得非常妙 他说他唯一的功能 可能是侦查的功能 会影响到美国国安全 可是我们已经做了 一些特殊的处置 让这样的疑虑降低到最低 所以说 我已经知道 你在做高空侦查 那美国是有能力 把你这个高空侦查的 这个东西给关掉的 当你在做侦查的时候 我可以做干扰 我可以做干扰的概念 就是说不见得 让你看得到完全的全貌 那你所有的讯息 你说你要回传 回传我可以把你 阻挠掉 所以美国他其实 也不是省油灯 其实我认为说 这是政治问题 因为他故意的 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中国说 其实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监控当中 对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要求你给我一个说法 给我一个说法 不然的话 为什么会有前面 讲说什么 那个长沙天怡的 那个公司 还有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在什么 在布林克访问美国之前 全部都一个一个丢出来 就告诉你说 其实你在搞太空的东西 你在搞什么样的间谍 你在搞什么样的动作 我美国都看在眼里 然后今天我去了 你给我一个交代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在中国上空 美国的间谍 也有吗 还比中国在美国上空 还要更多 只是说 大家心照不宣 不讲而已 现在问题在 问题就是说 双方来讲 这种大国之间的博弈 要很小心 因为事实上 他们这些都是在做备战的动作 什么备战 备战动作 看谁活得比较久 看谁能够 而且你说 这个在增加 小美本的 对 对 就是小美本 现在来讲 布林肯去都是小美本 而且接下来 谁知道说 你习近平会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习近平你说 要给美国一个交代 麦卡锡说 这件事情要交代清楚 而且什么组成八人小组 然后叫大家来看 这个气球干嘛 说真的 那个就是在告诉你说 麦卡锡现在准备要 锁中国 中国委员会里面 有全面性的动作 要封锁中国的东西了 好 但 瑞德 我现在才知道说 气球可以变成武器 对 没错 那么1944年的12月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政府 他们发现一件事 在美国西岸很多州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种塑胶的东西 掉在他们的这个山林里面 其中有一次 还引起森林大火 所以他们后来去调查以后 本来是怀疑说 是不是潜藏在这个 等于说美国的日本人 那么搞的鬼 所以经过一次普查了以后 发现这个东西 不是潜藏在美国的 日本人搞的鬼 那到底是哪来的呢 原来搞的半天 来自于 那么已经离开 这个几千公里外的 日本本土 那么日本 因为一直都没有办法 这个等于说 在这个战场上面胜利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他用高空气球的方式 做高空气球炸弹 那么一想天开 让他往美国的本土飘 飘到美国本土了以后 那么坠下来以后 引起爆炸 然后他那时候预估 要做一万多个以上的 这样的高空气球 想想很可怕 那高空气球如果成功的话 会怎么样 可问题是美国后来知道 这件事情的以后 你知道他采取什么方式 新闻管制 你知道吗 新闻管制 因为如果让这个新闻 整个放出去的话呢 那么那个恐惧 会让整个美国人 因为美国本土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遭到这个 所谓的攻击嘛 所以他做新闻的管制 你说人类第一次拿气球当武器 没有错 可是在1945年2月的时候呢 日本自己在日本的媒体 上面先披露 我们有用这种气球炸弹 空飘到美国去 然后呢 对美国进行这个高空轰炸 可是一直到1945年的5月5号 真正在阿拉根州的这个 等于说一个牧师啊 他跟他怀孕的太太 跟几个学生 那么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 结果突然间那个牧师 那么要去停车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 砰的一声 一个爆炸 砰的一声 他的太太跟学生被炸死 就是被这个日本的这个高空气球给炸死 成为当时二战的时候呢 那么日本攻击美国本土啊 就用这种方式攻击美国本土 死了六个人 对 那就这个气球 当时美国那个害怕的原因是因为 他倒不是害怕这个炸弹 他很害怕的是什么 你忘了日本人曾经在这个 这个东北进行这个所谓的细菌战吗 对 他怕 当时美国怕 如果这个爆炸的东西不是炸弹 而是所谓的细菌战 那该怎么办 对 那当可是事实上呢 那么那个气球炸弹啊 我这个气球相关的这个 你来我往 海峡两岸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 50年前我小时候 我还捡过这种对岸 那个空飘气球的那个传单 你说两岸之间 曾经用气球你来我往 对 没错 当时捡到一张传单 拿到小学去 我那时候读那个台北市的 这个VANGA的这个东源国小 我还技嘉奖一支 捡到这个还技嘉奖一支啊 我们有气球过去 他们也有气球过来 你知道那个气球多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每一年啊 在从这个金门跟马祖 放几十万个气球过去 然后呢 还有包括大型的那个气球啊 那么这种气球 这种大型的气球啊 你不要小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有估计 大概最高可以飘到 那时候说啊 那时候宣传说 我们的高空气球 可以飘到四万英尺 那么中空气球 可以飘到这个一万英尺 五个小时就直接从外岛到了江西了 那当时大概飘什么东西啊 有包括这个蒋总统的预造啊 还有包括牛肉干 猪肉干 口香糖啊 那还有包括肉松粽子 香烟 各位 有一个东西你绝对想不到 从金门往上飘 往这个中国大陆去的 高粱酒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 高粱酒掉下来会摔碎嘛 所以那时候研究怎么办呢 那时候把高粱酒用木箱子 那里面用一个防摔碎的一个装备啊 然后那么上面的那个高空气球 上面用酒精拼死 所以预计到了中国大陆的 什么地方的时候呢 酒精拼死会使那个高空气球 变开 变开以后 它的坠落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型的降落伞 所以让它下来 高粱酒下来 高粱酒 送高粱酒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 然后后来你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刚刚讲的高粱酒去的是吧 后来我们还大量的印制人民币 伪超 假的 你知道吗 用这个高风气球运过去啊 所以海峡两岸曾经这样子 不断的这个 你不要小看哦 1963年由蒋经国所主导的救国团 发起全民捐献气球运动 大家来捐气球 宝洁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1972年有一个 齐来山神秘事件 秋高三个大学生失踪事件 对 当时就有人去提到 秋高三 当然这个是非常荒谬啦 但是当时就有人提到 怀疑秋高三个人呢 是不是搭乘所谓的高空气球 或是有滑翔翼功能的 这个相关的高空气球 那么直接从空中进到这个 所谓中国 中国的一个地方去啊 那当然我问你 当时虽然我们现在听虽然觉得 说荒诞不羁 我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有真的有游过去 对 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传言是 用高空气球 跟这个所谓的滑翔机的方式 直接来到台湾渗透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方式想 你说老共用气球来台湾 回到那边去 当然啦 那么秋高三个人失踪到现在 当然跟这个没有关系 可是你就知道海峡两岸 用高空气球再过招 好 是吧 另外就是 中美之前看起来 这个冲突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在俄乌战争 中国几乎也不演了 现在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对俄罗斯的资源 越来越多 第一个 荷兰美年居然有数百万个晶片 中到了俄罗斯 通过谁 通过中国送的 连台湾的工具机都被扯入 原来中国跟台湾订工具机 中国跟台湾订工具机之后 七转八转 转到俄罗斯去了 对 这实在太奇怪了 原来俄罗斯通过白手套 有的是从香港 有的是从土耳其 有的是从中亚 有的是从中国 各式各样的转运 全部遇到中国 它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本来 开打之后的很多军用攻击机 尤其是日本 欧洲 美国这种 军用高精准度的攻击机 全部被封死 美国是有明令 这些东西是不能来的 可是因为台湾有些攻击机 你就说 它不是那种超级机密加工 就普通加工工具机 那俄罗斯想说 那不然我用这个 拿回来我再改嘛 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打足以 打到台湾攻击机手上 好 那就跟台湾摆 可是台湾也不可能 直接卖给俄罗斯 结果的第一个转运战 是中国 另外还有土耳其 更扯是什么 转运到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 哈萨克吗 对 中亚五国 我们跟大家讨论过 在这边 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 塔吉克 土耳其 这些国家 过去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后院 后花园 结果你知道吗 中亚五国 过去一年 大概跟台湾买 20万美金的工具机 你知道去年买多少 买多少 买370万美金 是怎样 他们现在 370万 从20万美金变370万 是怎样 他们是怎样 工业大爆发吗 中亚五国 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 塔吉克 跟土库卖 买这么多工具机 那这很简单 是怎样 他们工业革命是不是 现在他们要照飞机 没有嘛 摆明是中转嘛 那很多媒体 记者就开始追嘛 回头问一些工具机的业者 台湾工具机的业者就 有啊 我都有说禁止转卖啊 跟那个资标会 禁止背书转让一样 我都有说禁止转卖啊 怎么卖 我怎么知道 不关我的事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被捅出来 什么东西 美国也在瞎经历 不然怎么会见诸于媒体 告诉你 自爱一点 我都知道 因为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说 为什么可以统计出10% 不是有转手吗 所以一定有人去统计嘛 那这个数据出来 上了新闻 所以说台湾要偷偷卖 也不行了 对 以后不准装食了 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 另外一个装食是什么 是晶片 晶片更扯 晶片是这样子 那个乌克兰就去拆解 这个俄罗斯国防工业 因为一堆炸弹啊 什么掉到乌克兰上面 他去拆 拆拆发现 27种5G中 这样10种是N字谱的晶片 那不是被禁了吗 什么N字谱呢 里面什么导弹的啦 攻击直升机 都来自于N字谱的晶片 后来发现 原来陆军跟刚刚讲的一样 透过所谓的中国去进去 又是中国 对 因为像这样 美国对于中国封锁 并没有全方位 美国只有特定企业被封锁 比如华为等等的 那晶片也有14奈米以下被封锁 可是其实军用晶片 18奈米或24奈米 甚至48奈米 那军用就很好用 这些就是N字谱很擅长了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算算多少 所以你说现在美国 不断地把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资料 一笔一笔丢出来了 对 而且现在算算的 算算你知道有多少颗吗 数百万颗荷兰的晶片 运到俄罗斯 所以这是大家谁能够接受吗 所以你看 西方世界路透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们一定在丢东西 搞不好我们带回这个统计 这个统计图 原本灰格子的布案 原本这个虚线是俄战争开打之前 各国跟中国提供晶片的数量 然后现在灰色的部分是现在提供的数量 你看打仗之前 你看美国提供非常多晶片给俄罗斯 对不对 还有像台湾也有提供一部分晶片给俄罗斯 然后南韩也有提供一部分俄罗斯 晶片给俄罗斯 可是你看打仗之后这些 台湾 美国 南韩 全部都降到最低限度 对 和你靠中国 中国提供 第一件事情 中国提供俄罗斯 晶片给俄罗斯数量这样翻倍 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现在晶片在中国自己生吃都不够 你还给俄罗斯 对不对 然后香港提供晶片 我勉强也可以接受 你看土耳其 土耳其以前根本没有提供晶片给俄罗斯 土耳其自己也没晶片 你怎么提供给俄罗斯 结果你看 土耳其现在提供晶片给俄罗斯比例 大大的增加 爱沙尼亚也增加 香港也增加了 中国也增加 这些全是俄罗斯的好朋友 然后你看 有人特别把这种数加一加 你看 你看光是中国增加 就跟美国减少一样 所以俄罗斯晶片一颗没少 打仗打到现在 全部靠白手套一颗没少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真的 他要结束俄战争 要确保这些资源 不能源源不绝流入到俄罗斯 对不对 而且更糗的事情是 美国要刮自己胡子 荷兰有特别去分析 俄罗斯的450个军用晶片 里面要把美国工艺 要把欧洲工艺 要把东方 他讲东方科技 要把台湾 韩国 工艺的 结果里面有多少 317个是美国公司制造 所以美国自己也走私过去 所以现在俄罗斯看起来 是没晶片 实际上越打晶片 越多工具机也变多了 所以那等于说中国现在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我要像二子这些晶片 或者二子这些工具机进到俄罗斯 第二个是 我特别去把你中国点名做技巧了 对而且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来呢 原因很简单嘛 因为传出二月洗净票去哪里 去莫斯科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些点名做记号 把中国东西拿出来 把中国当作俄罗斯白手套 说进口工具机 进口机面这些事全部点出来 意思是你习近平如果过去 再给我承诺什么 我哪里没皮条 那我可以禁止中国吧 那未来 我禁止你中国48奈米 说你不要怪我 原因是你会偷渡给俄罗斯吧 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变成 未来美国制裁中国的相骂本 好董事长 现在的感觉 中美那种全面开战的味道 真的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美国居然用 美国人的恐惧感 一颗气球 把大家给吓死了 对啊 现在所有的这个 欧洲跟美国的这个新闻网 全部在报道 全部都在报道 这个是荒谬之期 真的吗 但中国到现在为止 他说是目前情况 not very clear 还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荒谬 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呢 而且他这个 这个事情发生 是证明的 是中国的科技 起码他在轨道工程 这些所谓的这种 空中的这个气候 轨道 它的遥控 的技术 还是有的 它制造还有卫星 它是强的 所以说我还可以从新疆 经过了这个 等于东亚 然后一直这样的 经到了美国来了 是啊 所以它一定是在天空 在空中某一个高度 可能是低轨卫星 更低的一个高度 因为气球嘛 气球不可能 它的压力啊 各种条件 也就不好 它根据它那个 它有经过一个计算 它有才可能 达到这个效果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因为可以遥控的 可能 可以制导 它有制导嘛 制导 那卫星可以制导嘛 反正是GPS嘛 GPS全世界都可以嘛 对不对 可是它可以搞搞搞 搞到你蒙特拉的上空 你不知道耶 这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致命 我觉得也不见得了 因为同样的事情 老美也会干 对 这个我觉得 就是中国有 中国有这个能力 做这个事情 就是可以的 其实拿到这些资料 它能干嘛呢 对 但我们讲 台湾人常常讲 我们俩要吵架 要累积什么 累积相骂本 相悲本 相骂本 累积才会办法吵下去 现在我觉得 美国是不断地 去累积相骂本的 我觉得这个 双方都一直在进行 这一类的 所谓的情报的 或间谍的工作 这个我觉得 但是比较荒谬的是 一个荷兰这个东西 就是怎么会有 那么多的晶片 能够继续流入到俄罗斯 数百万 这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现在今天 美军的这个 军火工业 这几年的独飞猛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美国用到了 很多商业化的晶片 然后降低了 大幅度降低了 美国的军火的成本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换言之讲 它本来美国的 美军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它要 所以它像NVIDIA 这种H100 A100这种东西 它都是在弹头引导的时候的 摄影的功能 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现在被豁免的 所以前两天 听说更荒谬的 在淘宝上 已经可以买到NVIDIA的东西 那H100可以买到了 它淘宝上就可以买到 这是什么 这荷兰不必经压 淘宝就有在卖了嘛 对不对 那淘宝 或者淘宝卖的东西 是两年前生产的这些晶片 所以换言之讲 你现在在制裁下去的时候 它很多晶片 已经在市场上早就流通了 所以它到底是 这个制裁时间以后 再生产的 还是我制裁时间 以前它已经在市场上了 那这个美国这个市场 这个晶片市场 全世界流通 第三点更可怕一个事情 为什么会有豁免 NVIDIA的东西 为什么美国的参议 有很多晶片会被豁免 它的豁免理由是什么 我记得雷孟多不是讲过吗 你也只要跟我商务部申请 证明你不是军事实用的话 我就给你豁免 好 那这个问题来了 那谁在搞这个玩意 谁来决定 美国参议员 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有搞头 他一颗晶片 原来价钱一块钱 他后来被人卖一百块 卖一百倍 五十倍在卖啊 还是有人卖 我就问你很简单 那个 这个佩洛西到台湾来 带他儿子来干嘛 他儿子做什么生意的 他做什么生意 做半导体的干什么 他们为他来台湾 最重要的 你看他见了哪些人啊 对 张宗谋 对啊 他对你这些晶片的厂商 比较有兴趣 你看到美国所有的参议员 到台湾来 想要见的人 都是半导体 都是我们的IC半导体业者 他干嘛 他要安排 要货吧 他要插队 要生产插队嘛 他要干什么 偷鸡摸狗 在卖东西给俄罗斯啊 本来这个时候 最赚钱就这个时候啊 因为美国货 这个制裁的东西 在黑市市场 到处都有 一定是大卖嘛 价钱已经发洋彩啊 那谁会发这种洋彩 美国人就会发这种洋彩啊 美国人别的不懂我 我都给你搞这个玩意儿 所以他这里面已经形成一个生态链了 那这个生态链有一个地下黑市供应系统 你看到大家都在卖 都在卖 可是这个背后的来源来自于哪里 当然是跟美国华府的白宫跟高 白宫可能没有 就是这些参众议员本身 他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 在搞这个事情 那不打仗 不制裁 他怎么会有黑市呢 所以这是因果关系嘛